三十六年的電視 直播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五日長假期結束 大家開始上班 北京疫情持續升溫 當局管控措施不斷升級 5月5日 北京有64個地鐵站封閉 158條公共汽車路線停洗 飛閘或改行洗路線 大批市民逼不得已 改為踩單車上班 面對北京人的困境 深受封城之苦的上海人 向當局呼籲 封切說 堅持清零不搖動 據《新京報》報導 受到交通風控措施影響 早晨高峰時段 不少市民選擇踩單車上班 共在單車業界 也因應需求加強調度 有網民就說笑說 彷彿回到一部單車 走遍北京城的80年代 一夜之間穿越了 大陸傳媒《新浪財經》報導 除了共享單車激增外 也有不少人坐來 披滴到地鐵站 此外 已基本在北京 銷聲匿跡的摩滴 電單車的士 也從出江湖 在搭連波站和黃渠站 有摩滴身影在現 北京當局承認 社區有隱形傳播鏈 形勢非常嚴峻 即日起收緊多項防疫措施 由5月5日起 朝陽、海定、房山和通州所涉及的 風控區、管控區、防範區和臨時管控區的公共交通 會調整行駛路線 疫情嚴重的朝陽區、全區和公共交通 調整路線區域內工作或生活的人 實行居家辦公和點對點閉環管理 北京再次關閉了44個地鐵站 總計有64個地鐵站被關閉 其中大多數地鐵站都在朝陽區 除了部分地鐵被封 北京多達158條 公共交通車輛路線臨時調整 此外 當局還要求網約車平台 要減少向風控區、臨時管控區、防範區 以及朝陽區部分區域在下 朝陽區是北京最繁華的商業區 亦是外國市管聚集區 包括國際CBD雙圈、三里團、潘家園古館市場 奧運村等知名地標 因此朝陽區被管制 等於北京過半的政治商業活動停頓 網民漢東雪西表示 上海發生疫情之後 無症狀感染者是確診者的幾倍 在江蘇雖嶺 無症狀感染者也是確診者的幾倍 但是在北京 無症狀感染者比確診者少很多 完全相反 對比上海、江蘇和北京無症狀感染的數字 簡單推理 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南方人的體質在對抗Omicron具有更強的優勢 網民漢漢漢漁夫反鋒認為 支持北京封城 全國關閉一年半載 疫情就會好 不過就是境外輸入有點麻煩 可以關閉境外 全國14億人不准出門 留在家裡 疫情肯定徹底封死 崖盡封城虎頭的上海網友 紛紛向北京呼籲 堅持動態清零 不搖動 有網民嘲諷說 短暫的隔離並不可怕 等到疫情消散的時候 我們必將團聚 更有網民模仿習近平的口吻默 堅持將人民的生命放在首位 加油 不過比較引人關注的是 北京加強風控市內交通的同事 就放寬了入境管制 北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 徐和健在5月4日表示 北京即日起縮短入境隔離規定 包括入境北京旅客 境內密切接觸高風險人群 由本來的14加7 即是14天集中隔離期滿 7天集中或居家隔離 放寬到10加7 或是14天集中隔離 在中共疫情的管控措施下 由4月28日起 吉林長春市宣布 開始逐步解封 不過封城之後所造成的次生災害 仍然持續 自從封城以來 長春市高校實施封閉管理 五一長假期期間 很多大學生希望回家 但卻面臨有家歸不得的困境 來自山西太原的長春科技學院 發名伊凡的學生 在5月5日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 學校已經放假2個月 她一直想回家 但卻無法回家 伊凡指出 現在長春這邊所有學校都放假 所有大學生都面臨這個問題 無論是去遼寧 還是去石家莊 還是去太原 都面臨這個問題 一回家 就是14天的自費隔離 伊凡表示 飛機票難買 而坐高鐵的話 需要中途自費隔離 她說 現在搶機票搶不到 高鐵票沒有直達的 中途轉乘的話 需要隔離 飛機直達的話 我身邊的朋友 已經買了機票 過兩天航班就取消了 就一直買不到機票 譬如說 你要從長春坐高鐵到北京 然後再由北京坐普通火車去太原的話 就要換站 但你一出站就會被隔離 伊凡說 隔離14天加7天 一天大約300多元 機票最開始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才500多 然後過一個小時 就加到1,000多元 現在都變成2,000多 3,000多 就越來越貴 而且都搶不到機票 伊凡說 5月1日的時候 長春已經變成低風險地區 行程卡上面已經沒有聲號 然後當局就要吉林所有大學生都放假 吉林省內的話 都是每個市派車來學校接學生 但是省外的話 就很難回去 伊凡表示 隔離費用太貴 他承擔不起 一張機票就要用差不多2,000多元 再加上14天隔離 又要用幾千元 那肯定是承不起 伊凡向本台記者表示 吉林高校的大學生 為了能夠在長期封鎖之後回家 曾經想盡各種辦法 他說 學校放假到什麼時候 目前還在等通知 放假無法回家 覺得很難受 因為長春現在已經是低風險區 我就希望能夠快點回家 吉林工商學院 發名紐宣的大學生 在5月5日向大紀元表示 目前也面臨有加歸不得的困境 紐宣說買不到票 高鐵火車票搶不到 規劃的各條路線 轉乘都必須先要隔離 機票還死這麼貴 每天都加價 隔離還要自費 一天四百百五百不等 一天一個政策 現在又好像變了 一張機票就需要一兩千 兩三千 打電話給防疫站的人 他們將個球踢來踢去 本台記者致電吉林省教育廳 和泰原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但是電話都無法接通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記者夏松 趙鳳華 顧曉華的採訪報導 可以有些人 我們無法接通 在下個部位 就好 在下個部位 如今 無法接通 在下個部位 也許 為何 可以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